第1个的话,今天是第5次上课 第4次上课大概重点就是猜数字游戏 1到20,所以我们今天要写一个猜数字游戏 要怎么写,所以第1个是用random random里面用random range,1到20,1到21 然后它会乱数产生一个数字 产生一个数字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让它 请输入一个整数,然后我们去判断 到底它总共会有几种逻辑呢 第一个是答对,match 第二个的话就是太高,一个是太低 所以我们可以让它猜,无限次的猜就画一帽号 然后三种逻辑,所以最好输入的话 写在画一帽号下方会比较OK 有没有,就是一个input输入嘛 那输入之后再判断,就不用写很多input 有没有,之前有讲过 然后画一帽号是不断拆,拆到对为止 可是后面有个版本,就是只能拆三次 有没有,只能拆三次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有几种方法 用for回圈可能会比较简单 有没有,for i in range 那你可以只拆三嘛,OK 那不过呢,for回圈呢 第三次拆的时候,如果它又没有拆中 可能你要再多一个逻辑叙述 所以哦,这个只拆三次的话呢 如果只,所以会有个叙述 如果它拆的是第三次的 而且还没有拆对的话 那你要多一个叙述输出出 这个可能上礼拜有讲过 这比较稍微会复杂一些些 那其他的话呢 我上礼拜还有讲到有关 另外呢,VBA的版本 OK,所以哦,同样的东西 假如你今天呢,用VBA来写的话 会不会有差异?一定是有啦 那差异会不会很大? 其实你会发现哦 差异好像似乎不太大哦 主要是那个语法哦 稍微改一下而已 逻辑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啊 其实哦,如果你把同样的程式 换成写VBA的话 主要就是你只要了解什么 它两者的主要回圈怎么写 还有呢,逻辑怎么写 那如果说你懂了这种 两方面的差异的话 甚至你可以很快的哦 不管说你今天 Python的版本写出来 你要把它转成VBA的版本哦 其实也相较起来没有那么困难哦 那再来还有一个Mind CAI 这个所谓Mind CAI就是什么 1到12月的英文 然后呢,我是用Excel啦 自动产生 然后放哪里? 记得哦,放在串列里面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类似清单的资料的话 通常哦,会把它放在所谓的串列 串列英文叫List OK哦 然后呢,我们从里面去抓取 做比对 比如说 先,也是用乱数 抓1到12月的其中一个月份 抓1到12月的其中一个月份 然后呢,你要去猜 到底你是猜对还是不对 所以逻辑很简单 要不就是猜对 要不就是猜错 OK哦,一样啦 你也可以把 把它写成只能够猜一次 只能够猜两次 只能猜三次 也就是说有次数上的限制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快回圈 你要用for回圈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个回圈的使用哦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回圈的使用 反正就重复做啦 只是说你重复做的次数哦 你要很熟悉 你才有办法很快的把一个 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这一点可能要非常的注意哦 那其他还有像猜拳小游戏啦 因为上个礼拜 几乎都在写类似游戏的东西 当然你后面也可以再把它复杂化一些啦 也许你可以再增加什么 增加猜的次数 到底对还是错 比如说猜拳啦 最好比如说猜十次 十次再来决定说 到底谁输谁赢 可能会比较有意义啊 不然你猜一次猜两次 感觉好像这个猜 比较没有办法哦 这个看出胜负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讲到有关串列的输入 然后并且把它做呢 总成绩的计算 主要呢 就是把成绩怎么样 输入到我们所谓的串列里面 OK 所以第五个单元 串列list 那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有大量资料 要放的话 通常会放到串列里面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资料放进去哦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append 特别注意哦 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以后如果你要放资料的话 那第一个 你可能会需要先建立一个空的串列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利用append的方法 把你要放的资料放进去 OK 然后 所以呢 我们其实上礼拜有做一个 不断输入成绩的一个小程式 然后呢 再把那个结果 把它的总成绩 就是总分加上平均 或最高最低分呢 把它列出来 那最后的话 因为哦 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你 用人工逐一输入啦 有的时候是从外部呢 直接把档案读进来 所以哦 我们后来后来有做了一个 延伸的练习 就是说如何读取档案 那所以呢 我们会在那个 我们的src下方增加一个所谓的eng.tst的档案 那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记录什么 记录每一个学生的成绩 所以我在上面打了好几个成绩 中间加逗点 那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不是用人工输入 而是要把这个档案 直接读到我们的程式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何读取哦 这一点很重要哦 所以哦 第一个哦 如果你要读这个档哦 非常的简单 其实呢 在python里面哦 原则上只要两行程式 就可以把外部档案读取进来了 哪两行哦 这些上海没上海讲过 就是f这个物件哦 等于open这个方法 它去开启什么 这个档案 然后后面的话记得哦 用r模式 所以哦 这个档呢 它会就读到哪里 读到这个f物件里面 里面就是 有那个 很多个层七嘛 然后你在利用f物件里面的 有个叫read方法 这个read方法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读进来 或者啦 我云端好像有放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什么 叫readline 有没有readline 有没有readline也可以啦 什么叫readline readline 其实是什么 就读一行啊 因为刚好这个里面的资料 刚好只有一行 所以你read跟readline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未来如果说你的成绩不只一行 比如说像这边 假如说你 enter 会有第二行成绩 那你用readline 就读不到第二行成绩了 那你如果说有第二行的话 你可能就换一个方法 叫realize 加s 就好 realize 所以现在还蛮好记的 那其实 读取那个外部的档案 大概你只要记得这三个方法 就够用 而且很好记 read realize realize 很好记 这样的话呢 你就要以后读档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 其实程式真的还蛮容易记得 open 把open的结果丢到前面物件 然后再用这个物件里面的那个方法 有没有 就把你要的资料呢 把它读过来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未来你用read read跟realize 他读过来 前面东西都是一个字串 可是如果你用realize 加s的话 读过来的东西会是串列 因为呢 他是一行 帮你放一个位置 逗点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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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读过来的话 他前面东西呢 就不会是一个字串 而是会是一个串列 OK 那这个蛮重要 之后的话 我们还会再用到 我们用read 然后面呢 因为这个成绩呢 里面 会有什么 会有斗点嘛 把它恢复好了 所以呢 我们再利用另外一个方法 根据读过来的东西 是一个字串 那我就怎么样 用那个spread 特别注意哦 那个spread非常的重要 因为只要你东西啊 假如中间有加逗点 那你要把它切开的话 就会用到这个方法 叫spread 那spread的话 就是有点像 那个ecel里面的资料剖析 帮我剖开来 然后呢 但是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 四串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切完到前面这个scope 它会是 就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呢 所以把它print给各位看 比如说切完之后 它里面的东西呢 那就会是一个一个的什么 一个一个的把它print出来 那你会发现它print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一个一个的成绩 但是最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里面 有没有它一个一个放 把它print 这个东西切割完之后的话 放到那个scope 这个 这个切割的前面东西 它会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scope的话呢 它会是一个什么 一个list ok 因为切完之后 放进来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里面一定是前后 加上单引号或双引号 都是文字 所以如果文字的话 后面假设要加总 一定会失败 所以特别是后来我好像有讲过 在上个礼拜最后 我有讲过 你可能需要怎么样 先把它怎么样 全部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再转换成为 所谓的那个数字之后 再存回去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后面就会失败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动作 我后面如果要做什么 加总的话 像我这边 加总平均等等的 你会发现直接执行 它一定会出现错误 什么错误 然后他跟你讲说 这一行有错 sum scope sum就是加总 把这个创列里面的所有成绩加总 它就发现了 它这个结果 跟你讲说 type L 我没有按support 它就这个地方 你里面是放什么 是放stream ok 所以 这个地方 它没办法 帮你做加总 怎么办呢 很简单 就我刚刚讲的 把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一个个掉出来 一个个转换之后 存回去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转换之后 再帮我存回去 转换之后再存回去 如果你做完这件事情的话 把它执行 那后面就不会错了 而且 就 会是成功的结果 最重要的关键 就这里 转换之后 存回去 这个是转换前的 这个是转换之后 有没有 全部 都 已经变成数字 这样子 才有办法做 加总 ok 这一点可能很重要 形态 这个程式 云端上也有 所以 如果你对于刚刚我讲的 上个礼拜讲的部分 不胜熟悉的话 请各位回去 还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这东西太重要了 因为后面 如果你在不熟的话 那你处处都会被bug 因为很多人 错都错在形态 明明就是 应该要数字 就给文字 文字根本没办法加总 那就错了 ok 所以只要 把这些细节 注意到 然后呢 另外慢慢累积一些层次 因为有些怎么写 你可能不太清楚 没关系 你现在有写过的 你就把它记起来 那以后的话 需要这个层次 这一部分的层次 那你可以像 什么拼图一样 或者堆积木一样 把这一段拿来用不就好了 ok 所以凡写过的 都可以拿来当成 城市的范本 慢慢慢慢累积 所以有的人 为什么越写越顺 因为他每个都遇过 每个都写过了 那遇到状况呢 就可以把之前写过 拿来用就好了 比如将来 还有很多地方 要读档的 读档我讲过三个方法 read re-like 那你就选择对的 结果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再复习一下 那今天的话 后面呢 我们就要再带另外的题目 所以待会儿 请各位看一下这边 有一个Member 有没有 这个Member 这边总共有50个会员 请各位第一件事 干脆先这样 请你在那个庚幕屋底下 这个地方 也是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file 名称的话叫什么 member.tst member 点 后面副档名是tst 然后把它按finish new一个文字档 第二件事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帮我把底下的这个 它有栏位名称五个栏位 再加上底下有50个会员 帮我什么 复制贴过去好了 ok这边 Ctrl C 然后直接Ctrl V 也就是我们在庚幕屋底下 跟上个礼拜一样 先建一个 就是档案 叫member.tst 那它的什么呢 它里面的话有这些资料 好 那我们等下练习什么 我希望 当我把这个资料呢 读到python里面的话 怎么做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只需要读10个人的话 不要全部 我这边50个 我只要10个 第三个呢 我如果只要读什么 因为这边五个栏位 如果我今天只要读 姓名跟手机这两栏就好了 还要怎么做 我不要全部 我只要两个栏 姓名跟手机的话 该怎么做 请各位试试看 试一下 好